這裡啊,這一段裡面呢,談到的都是在講,我認為四個字 一切皆空,這一大段所講的,是在講一切皆空 這裡面提到 可受論吟,諸法重設等,至一切之性,清淨如虛空 深顯無惡智,又吟,遠離諸分別,聖因難測量 顯現為大印,光明熟至他,無惡性最盛 這幾句話非常的清楚,在講一切皆空 他這邊有寫到 世故圓滿次地,究竟要止,或明二地無別,或明深顯無別,或明熱空無別 無別之意,既能成佛之輕音 這裡面有很深的要意在裡 舉一個例子來講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 弟子寫信給師尊 他問 禪宗六祖廢能 得到悟晉以後啊 他離開五祖紅人 這個陡在這個獵人堆當中 共有九年之久 有九年的時間 他陡在獵人堆裡面 請問 為何六祖廢能 抖在獵人堆中九年 既然所有的獵人 都看不出他是一個悟者 他問的問題 他講 他在獵人堆中 他也打不打獵 殺不殺生 假如他不殺生 他不吃那些動物 他如何抖過獵人的這些眼睛 他問這個問題很好 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蟲獵 這一段他在獵人堆中 九年 怎麼修行 那個獵人堆是天天出去打獵的 不是打鳥 就是打動物啊 天天都是在殺生的 他抖在獵人堆中九年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感覺到他是一個悟者 他是一個行者 他是一個行者 其實 兩個字可以解釋 六祖廢能是同事 同事 同事 別人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一樣的 跟他們同樣一起生活 行、衣、住、行 都是一樣的 食、衣、住、行 不是行、衣、住、行 食、衣、住、行 完全跟他們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沒有起什麼分別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那些獵人看不出來 看不出他是一個行者 是一個悟者 其實這個六祖廢能是一個密行尊者 他真正是一個密行尊者 應該講起來 他在獵人堆裡面照樣要打淚的 照樣要吃的 照樣要行的 要做這些事的 怎麼辦 他是一個行者 他不可以殺生 怎麼辦 這九年讓人家花賊不出來 這個就是很高的密行 應該講起來 有沒有做殺生的事情 他有沒有做殺生的事情 你們自己去想 其實他這裡面 他有提到的 二地無別 就是聖地跟俗地 沒有什麼分別 聖地跟俗地沒有什麼分別 六祖廢能是一個聖人 但是他表現在獵人堆當中 他是俗行 也是世俗人 一般的行為他也做 有些很多人以為 聖人 哇 崇高 好偉大 他是聖人 你不知道 聖人跟俗人沒有分別 他照樣是坐馬桶 照樣坐馬桶 神仙也一樣吃飯 你以為師真不用吃飯了 你以為師真不用吃飯了 我照常吃飯 吃米 吃麵 吃麵 吃麥 吃這個 喝牛奶 這樣吃 你以為聖人就不吃啊 好像很多人以為 聖人 怎麼搞的 這個聖人是這個樣子 翹起二郎腿 再摳香港腳 他聖人 你不曉得 他摳香港腳的時候 他說是躲在房間摳著 他不摳給你看 他說不定他摳完 捏一捏香港腳 以後拿起來聞 這個是聖人 我告訴你 你以為聖人不放屁啊 聖人照樣歐巴大 我告訴你 亂談 我以為說 師尊已經修得很高了 境界很高 他 其實他是忍 他是忍者 他不好意思在眾人面前 乒乒乓乓的這樣子想 對不對 他至少在工作面前 要稍微忍一下 有一件事情 很特殊的 我告訴你 有一件事情很特殊的 我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 夜會的時候都不會放屁 男女都是一樣的 在夜會的時候 他都很少放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留給不好的印象 所以他拼命忍 結婚以後就到處放了 已經結婚了 也結婚了 管你的 反正婚已經結了 我還要雲場這一種 這一種 不管啦 反正走到那裡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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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 你說人家約會的時候 有誰放屁呢 約會的時候 男女啊 情熱之中啊 都表現自己的優點 盡量表現在外面 穿著啊 眼蟻啊 痰吐啊 急止啊 任何 都表現得最好的那一個優點都出來 忍忍忍忍到家裡再放 對不對 但是你結婚了就不一樣 結婚已經很俗了 已經很俗了 經常會講 你怎麼會黑白痰 你還不是一樣 兩個人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亂談 聖人啊 我告訴你啊 聖人一樣晃屁 一樣晃屁 一樣的 你不要把聖人看得很高 聖跟俗之間啊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